大爺 志工親切地問候 馬大爺慣常地笑臉相迎 但隨即他也告訴志工 老伴已於上個月過世的消息 13年5月20號發現 咱們是13年9月13日 第一次到您家來 那邊那小路還掉土呢 後來十一咱來修的那屋子 正好10月1號嘛 對 對 隔年咱們把這房子 蓋了一半的時候 他手術去的 對吧 是 是 志工的回憶 彷彿電影寺的歷歷在目 而令大家鼻酸的是 馬家餓老的間諜情深 喝這個怎樣一下 人家喝七十古來西 對 是吧 也算是正常死吧 是 你說做人大不大 做人小也不小 也是正常 這生老病死躲活了 躲回過去 失去老伴的馬大爺 依舊樂觀過生活 在妻子還在病榻時 也沒落下做農活 只不過今年餘水少 向來不使用化肥農藥的馬大爺 擔心收成一落欠帳 今年咱們能接那個玉米棒子的時候 能煮著吃的時候 您就賦予出兩天時間 趕緊跟我們聯繫 咱就是賣那個 就是收入 雖然您還能比賣那個乾的棒渣 還能收入高一點 好不好 職工幫忙想了解決的辦法後 馬大爺眉頭不再深鎖 祝你生日快樂 給你做的禮拜 來 頒家後也開心地接受 這群像兒女的職工 一起幫他祝壽 祝福你 姑娘壽 祝福大爺健康堂壽 我們搬到他活住他自己 然後他未來可以再去搬到他 其他那個善良勇敢 基於樂觀向上的那個鏡頭 就可以幫助很多人 再見 那慢點啊 大愛新聞 珍善美職工 王雲秀 北京報導 佛法 生活化 帶您看到心 其實我會去避受 我們會做的